在前面两节课里,我们通过对亭子和花架的制作来熟悉了我们的MAX软件和一些工具的运用 在这节课里,我们开始正式的进入建筑模型的制作 这节课我们来制作一个简单的小别墅 首先,我们看到我们打开的CAD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CAD里面有很多图纸 在图纸里面,我们能看到这个别墅是两层的一个小别墅 能看到它的立面 有四个立面 然后,有两个平面,一层平面和二层平面 还有一个屋顶平面 然后有一些剖面 还有旁边有一些房间的大样 看完图纸之后,我们要对图纸有一定的熟悉 熟悉完图纸之后,我们再对图纸进行一个整理 在这里,我们来对图纸进行一定认识 首先,我们来看一张立面 在这张立面上,我们能看到 有窗 有门 飘窗 百叶 台阶 阳台的栏杆 另外一张CAD也是同样的 门 窗 雨棚 台阶 还有旁边有个烟囱 下面的两张图纸基本也是一样的 看完立面的绘制方法之后 我们再来看平面的一些绘制 我们首先来看一层平面 我们从左到右的来看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窗 这种窗的画法是我们平时常见的飘窗 再往右 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双开门的一个绘制方法 它下面会有标注门 在门的下面是一个台阶的一个平面画法 再往右 是一个窗 也有简写 这就是我们平时一般看到的窗户 除去门 窗的位置 其余的都是我们的墙体 我们再来看二层平面 在二层平面上我们也是从左到右的来观看 标窗 标窗 双开门 窗户 露台 了解 了解完 门和窗 在平面和立面的一些绘制方法之后 我们再来对CAD一个平面和立面的摆放 进行一个认试 进行一个认试 首先我们来先看一张立面 在这张立面里面 我们能看到 一楼有两个飘窗 有一个门 有一个平窗 然后有一个台阶 在二楼 有一个阳台 同样的是门 还有平窗 然后有飘窗 在这里它也有标注 一到四立面 认识完这张立面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 这张立面所对应的平面位置 我们来看 有飘窗的 有飘窗的 现在是蓝立面 两个飘窗 一个双开门 一个平窗 然后有台阶 这是一层平面的蓝立面 我们再来看二层平面的蓝立面 两个飘窗 一个双开门 一个平窗 还有 露台 刚刚说到的阳台 说明 一到四的立面图是对应我们的蓝立面 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第二张立面图 第二张立面图的一楼 有一个门 台阶 有一个平窗 在它的二楼 有两个平窗 在这里我们来看它对应的是 平面上的哪一个位置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层平面的 西立面 门 台阶 平窗 我们再来看二层平面的窗户 有两个平窗 说明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张四到一的立面图是对应的我们图子的平面图的东立面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张 下一张图子标注的是H到A的立面图 在一层我们能看到有四个窗户 在二层呢我们能看到是有三个窗 然后我们在平面上来找一下 先看一层平面有四个窗的是哪一边 我们能看到是西边 四个窗户的是西边 在二层平面上我们同样也能找到有三个窗户的也是西边 说明我们刚刚看到这张图H到A的图子是应该摆放在我们平面的西立面 剩余的最后一张应该就是摆在我们的东立面 我们来看一下图子 图子上我们能看到一层平面有三个窗户 二层也有两个窗 然后外加一根烟囱 我们再来看一看平面 一层的有三个窗 二层楼的有两个窗户 然后我们能看到外加一根烟囱 说明我们的最后一张图子是对应的我们的东立面 对图子认识完了之后 现在我们来对CAD进行整理 对CAD的整理方法和之前说到的一样 我们将所有的标注进行删除 在删除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边删除一边来观察我们CAD的一些细节和一些结构 在删除 在删除的时候 要仔细一点 我们可以将字体进行删除 红色的是墙体中心线 我们也可以对其进行删除 这是室内的楼梯 对墙体的中心线进行删除 这一些我们都进行删除 然后我们对室内的一些家具的一些摆放 这些会影响我们的建模 我们会对他们进行一个清除 在清除的时候 如果选中了 你不想要清除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 按退出的键 VSC的这个键 在键盘的最左上角 在这里还有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选中家具 在这里进行官层或冻结的处理 往下拉菜单 对它进行冻结 这种做法是要在CAD画得很标准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同样的标注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官层的处理 这样比较节省时间 墙体中心线 也可以对它进行官层 然后对字体的标注 进行一些删除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中窗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是 如果我们删除字体 它会连窗的部分一起删除 在这里我们待会会对CAD进行一个分解 现在我们来选中我们所有的CAD 对它进行一个分解 按键盘的X键再按空格 分解之后 窗户旁边的标注就会消失 同样的 这些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官层 对字体进行一些删除 也可以进行官层的处理 官完成之后 我们现在看到CAD基本已经清理干净 还有这里有一点家具 摆放 清理干净之后 我们再对它进行一次分解 X空格 这里还没选中 进行一个删除 在例面上 同样的我们可以将它进行删除 然后 我们会对它的一些填充物体 比如说一些材质 进行一个清除 现在填充的是一些砖 我们可以将它进行清除 屋顶上的瓦润 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清除 清除之后 我们会发现 它的有些线体 比较粗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一次分解 选中 我们要的区域 按X 再按空格 进行分解 比较粗的线条 现在就已经被分解了 在这里清除干净 同样的 这些我们来一起进行一些清除 不要的大样 我们可以进行删除 进行分解 对填充物体 进行三索 分解 分解 分解完了之后 这些东西会变散 刚刚没散到的 现在我们来手动散一下 对CAD进行了整理之后 现在我们来对它进行写块 现在我们来对CAD进行一个写块 首先我们来写一层平面 同样的 为它 创建一个文件夹 命好名之后 我们可以写平面一 然后平面二 再来是我们的屋顶平面 在屋顶平面的时候 刚刚整理CAD的时候 我们的屋顶平面 还有一些填充 没进行整理 在这里可以把填充删掉 然后对它们进行一次选择 然后再来分解 再来对它进行写块 写块 立面 立面一 这里刚刚还有一点没清理到 我把它进行写块 里面二 立面三 立面四 写好CAD的块之后 在这里我们能看它一些剖面图 剖面图是进行我们参考用的 不мов了 入额 凉 被 瓶 下 来